烏尔戰爭持續 烏克蘭官員表示 昨天札波羅勒在一小時內遭受俄羅斯17次的空襲 造成全國大斷電 詳細情形交給記者李作恆 好 俄物之間的戰火還是不斷的傳出 我們來看到在烏克蘭方面 說是在2月10號的時候 札波羅勒這個地方 一個小時內就遭受到17次的彈襲 那麼還說俄羅斯對烏克蘭境內發射了35彈 這樣的戰火已經是造成了全國的大斷電 這是烏克蘭的官員他們的說法 那麼現在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他還是不斷的呼籲其他西方國家 要來提供給烏克蘭更多的支援 所以他就要歐盟的成員國 繼續的軍援烏克蘭 包含了像是坦克 火炮彈藥 長城飛彈以及戰機等等 可是似乎這個西方國家給了軟釘子 我們來看到是在法國 總統馬克宏就說 未來幾週內沒有要軍援烏克蘭戰機的計畫 但是當然他還是買下了伏筆 他說未來不排除會援助 而法國來說 目前是選擇專注在於其他更緊迫的需求 盟友也要優先考慮以最有用和最快的裝備 來幫助烏克蘭實現他們最終的目標 烏克蘭表示俄羅斯發射兩枚飛彈 先後經過摩爾多瓦和羅馬尼亞的領空 進而攻擊烏克蘭 羅馬尼亞當局否認 再交給作痕 好 傳出說俄羅斯不斷的炮擊烏克蘭 這樣的這個炮彈 似乎也讓其他鄰近的國家相當的不滿 不滿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烏克蘭方面的武裝部隊總司令 他們就指說 俄羅斯朝著烏克蘭發射的其中 兩枚口徑巡弋的飛彈 是先後的先經過了摩爾多瓦 以及這個MATO的全員國 羅馬尼亞的領空 然後接著這個飛彈的路徑是一直這樣子 然後最後才到了烏克蘭 那當然現在就引起了這兩個國家相當的不滿 摩爾多瓦的外交部長就說 他們將會召見俄國的大使來表達抗議 也要向俄羅斯方面表明 這個已經就像是在侵犯領空了 他們沒有辦法接受 另外是羅馬尼亞的防長 這個蒂爾瓦則說 飛彈距離羅馬尼亞的邊界最短距離是35公里 所以他們是沒有理由擔心的駁斥烏克蘭的指控 華盛頓郵報引述不具名的美國官員報導 五角大廈正在敦促國會 恢復資助在烏克蘭的最高機密計劃 繼續交給作恆 好 那到底在這場戰爭當中 美國將會給予什麼樣的援助呢 現在最新的是華盈他們就曝光說 美國還打算要重啟烏克蘭的特工計劃 我們就帶你來看到 這是說轉述一個現任以及前任的官員 他們的說法 那麼說是五角大廈正在敦促國會要恢復資助去年 在戰爭前夕原本暫停的 在烏克蘭一個最高的機密計劃 那這個機密計劃是什麼呢 也就是在這個可以顧聘之心的烏克蘭特工 一個美軍特種部隊下 觀察俄軍的調度以及打擊假訊息 不過即便這個真的可以過關的話 最快也要等到2024年才能夠定案 而另一方面呢 這個新版的代理人計劃呢 原本是要用來對抗中國大陸以及俄羅斯的 可是現在也擔心說 恐怕會被視為是挑釁 讓美國變成很危險捲入戰爭的邊緣 所以呢 這個暫時禁止代理人的計劃 現在看起來還是沒有辦法過關的 而這個呢 對美國軍方來講呢 也認為就是戰斷了情報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請坐下 小鈴鐺 小鈴鐺